这里是位于青岛的海军博物馆 中国唯一一座反映中国海军发展的军事博物馆 在其海上展舰区停靠的战舰与潜艇 成为中国海军历史的记录者与叙述者 在人民海军建军70周年前夕 中心社记者探访海军博物馆 在海军博物馆工作十余年的讲解员田林 用他积累多年的见闻 为记者导出了一个个发生在这里的动人故事 之后他们能够来到我们馆 能够再次见到这位老朋友 他们真的是眼含泪花 热情澎湃的那种感觉 甚至有些老先生老兵 颤颤巍巍的要拿起手来向这个潜艇去进个军礼 也是他们这种情怀 我觉得其实当时也是挺触动我的 田林敢言 自己在海军博物馆工作讲解了十年 同时也见证了中国海军快速发展的十年 十年前其实您可以看到海军60年的时候 我们的装备远不如现在 现在这个从总的吨位来说 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能各方面来说 真的是跻身于世界海军前列了 甚至有些武器装备可以说是尖刀 王牌这样都不为过的一些装备 所以说真正在我讲解的过程当中 也能感受到普通观众对于海军的重视程度 也是越来越高了 对于他们对于海军的这种热情度 也是越来越高了 从山西太原来的游客郑卫民 今年已年过七旬 因为过往的军工企业工作的经历 行走在海军博物馆里 他感觉到十分亲切 回溯今夕人民海军的变化 老人更是十分感慨 但是咱们刚开始海军和人家的先进还有差距 可是近几年我发现咱们发展得很快 像咱们的这个辽宁舰 还是咱们自己国产的航母 这些都出现了 而且我们的军用飞机 这些发展都非常快 我感到非常自豪 在海军博物馆的海岸边 弦号105的导弹驱逐舰 济南舰静静停靠 与它相隔不远 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首搜核潜艇长征一号与其对望 对于生活在本地的青岛市民来说 他们对海军博物馆里的陈列很自豪 同时对中国海军的未来更是充满了期待 从头开始想到这个海军的话 可能想到第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辽宁舰 就是航母这一块 可能那个走起那个 可能现在是比较是很严心一些 还是从小因为在这个地方 这个耳鱼目染吧也是 天天就这样来看到这个 包括天天从这个 这个这个海边上走远 然后看见这些舰艇 在海军博物馆的这个下午 一位解说员 一位外地游客和一位本地市民 三人用他们对中国海军的感情 与对未来的唏嘘 让人们看到了生于每个普通民众身上的 大国海军梦